大家好,下面为大家演示一下翻书线囊板的使用方法 先将纸张按照下面的标尺,调整好位置 第一条红,纸张抵在圆片位置的手柄下压 第二条红,抵在另一层圆片位置,手柄下压 这个压出来的就是我们竖籍的厚度 然后纸张放一个面 第三条红,抵在档板位置,手柄下压 第四条红,抵在另一侧档板位置,手柄下压 这个压出来的就是正板杆 竖籍的厚度可以根据竖竖本的厚薄去调整的 专输线的标准间距是7毫米 这个是效果展示,压完横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拿去胶装了